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史上的南京曾经是六朝古都 十朝都会 江南加利地 金陵帝王洲 是一座极具历史厚重感的历史文化古都 现代的南京是个博爱之都 这些年以来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脱胎换骨的沧桑巨变 南京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城市的功能品质不断的完善 一居一夜的水平显著的提升 人居环境品质也实现了大的跨越 城市管理也实现了大的变革 然后百姓民生的幸福指数也不断的提高了 南京如果从我专业来看 南京的旅游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概括地说就是全域旅游的概念从提出到全面落地生根 智慧旅游的科技富人从研究规划到直接产出经济的效益 然后各种的旅游家和家旅游的新业旅游跨界产品层出不穷 然后旅游产品转型升级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取得巨大进展 具体来说旅游业态也发生了最新的变化 南京代表了一种东方的文明 布里斯班代表了西方的文明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迁 因互迁而发展 对于我们开展南京和布里斯班 两地旅游行业的互学互迁的交流活动 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觉得促进中澳间的文化旅游发展的关键所在和重要因素 就是要增进两国人民对彼此文化和文明的一个认同 通过加强对外交流和文明对话 促进了中澳两国间的互相理解和信任 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了中澳文化旅游事业的一个发展 然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要通过文明交流互迁增进 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一个认同 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文明是多样的理念 倡导着平等互迁 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作为此次活动的友好使者 我深感使命的光荣 责任重大 信心也满怀 不断为推进南京和布米斯班两世的文化旅游交流工作 为促进南京和布米斯班两世的人民友谊和共同发展 尽一份绵薄之力 如果说文明的交流互迁不仅包括这些文化的遗产 文明瑰宝的展示展览 还要包括文化交流机制的一个建议 文化交流机会的一个构建 如果让我展望未来 我们需要创新交流和传播的形式 因为当今世界 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 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对中外文明交流互迁的形式手段和路径 都产生了深远的一个影响 数字传播技术创造出丰富的数据储备 智能的实时分析和辩解的对话空间 能够为中外文明交流互迁提供辩解的科技条件 近年来 我公司在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还有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领导们的大力指导和亲切关怀下 通过数字传播技术 在文化艺术体育非议的领域搭建了众多平台 为推动文明交流互迁创造了有一条件 例如通过IR的技术将南京的宣传影像和视频 更动态地传播给了布里斯班的市民 采用了科技加艺术的呈现方式 让更多的南京非议文化遗产和特产登上互联网 登上了萤幕走向了世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